谢瑜当地时间7月28日 奥运会射击男子10米弃手枪决赛结束争夺 谢瑜以240.9环的成绩获得金牌 这是北京奥运会之后 中国队再次在该项目上夺冠 第一次看见枪就有兴奋感 上小学时 谢瑜便对各项运动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 谢瑜喜欢参加篮球 羽毛球等比赛 每次学校举办运动会 他都会报名参加 且多次获得奖项 谢瑜的叔叔见此便打算让他尽可能发挥体育天赋 并在2015年5月 将谢瑜送往碧杰市体育运动学校 接受训练和学习 第一次到体校 谢瑜见到了各类运动项目 但唯独射击引起了他的兴趣 可能是因为比较新鲜 第一次看到枪的时候 就有一种兴奋感 谢瑜说 在体校看到射击枪时 决定了要参加射击运动的训练 从2015年开启了自己的射击运动生涯 经过一段时间的专业学习和训练 谢瑜在2016年的贵州省射击比赛上 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于2017年到省队参加训练 2019年 谢瑜正式进入贵州省专业队 进行射击训练 此后 在不断的练习下 谢瑜的射击成绩逐渐进步 在2021年全国冠军赛中 获得男子10米砌手枪银牌 2022年第14届全运会中 获得10米砌手枪混团铜牌 两次印象深刻的比赛 2015年接触射击至今9年的时间 谢瑜从一个懵懂的小孩 逐渐成长为一名目标清晰的专业运动员 他在接受采访时 提到了两场印象深刻的比赛 其中一场是2021年全运会混团 资格赛中 谢瑜发挥并不是太好 于是在同牌角逐赛中略显紧张 导致射击成绩一直不理想 张海教练紧急叫停 及时提醒谢瑜忘掉之前的成绩 专注当下的比赛 搭档前威师姐也鼓励谢瑜放轻松 迅速调整状态后 谢瑜和前威齐心协力 经历了从落后扳平到反超 最终获得了铜牌 那次比赛结束后 我在休息室里几乎哭了出来 但通过那次比赛也让我明白了 射击这项运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 在身后还有队友教练 他们都在背后支持着我 可以给我提供帮助 这场比赛后 谢瑜不仅感受到了同伴和教练 对自己的暖心关怀 更进一步加深了对射击运动的思考 更清晰地明确了自己的目标 另一场比赛是2023年世界锦标赛 谢瑜分别获得男子50米手枪 漫射个人冠军和团体冠军 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 这是谢瑜第一次站上世界冠军的领奖台 感觉领奖的时候比打比赛还紧张 这次比赛 谢瑜不仅突破了自己以往的成绩 还完成了教练的一个小心愿 在赛场上让国旗升起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赛场上让国旗升起来 再次拍下来 感谢观看